開學幾個星期了 全國的中學田徑好手 可是一點都沒有帶墮 從今天開始連續四天 他們齊聚在台北田徑場 要驗收暑假期間集訓的成果 來自澎湖馬宮國中的陳曼萍 在跳高場上 就以1米6的成績 拿下第一面金牌 驚險的在第三跳 跳過1米60 來自澎湖馬宮國中的陳曼萍 成功拿下國中女子組 跳高的第一名 這也是今年全國中學田徑錦標賽的 第一面金牌 現在國三的陳曼萍 今年4月在全中運 只拿下第二名 剛升上三年級 就展現暑假集訓的訓練成果 陳曼萍還想再突破自己的成績 老師教我 然後很努力 然後一直調整我的動作 然後就 然後自己也有足夠信心 然後想要突破那個成績 還在念高中 國中的田徑選手 能進軍下學期的全中運 當然是最重要的目標 而上學期一開學的中學田徑賽 就是要驗收自己 暑假集訓的成效 看看自己到底有沒有進步 讓每一個選手都有機會 在這個舞台上面 讓他能夠發光發亮 我們也希望選手 利用這樣的一個機會 能夠再把平常出現 尤其剛剛暑假才結束的一個訓練 在這樣有一個成果的展示 這場驗收成果的田徑賽 集結了全國最好的中學田徑選手 想要看看田徑的明日之星 即日起到29號 就在台北田徑場 UDN TV 鄭偉仁 檢子祥 台北報導 在台北 鄭偉仁 檢子祥 在台北 鄭偉仁 檢子祥 在台北 鄭偉仁 檢子祥